你这是 我可不是因为你啊 我是看这个庭院太荒凉了 所以我就好好改造了一下 坐吧 秦燃 我们的婚期 还有半年吧 怎么了 你有没有想过 延长婚期啊 为什么 我可不是因为喜欢你 是因为我们要是 一年就结束的话 别人会怎么想 你很在意这个 当然在意了 先不说粉丝会不会失望 要是 要是我奶奶 我爸我妈 他们要是知道的话 他们要是知道的话 该怎么办 是啊 如果爸爸妈妈知道我们要离婚 一定很失望 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结婚的真相 应该会更失望吧 延长 到时会不会更舍不得离开他们呢 你想什么呢 我 我在想 这个世界上的婚姻 有很多种 有好的 有坏的 有遂守终生的 也有像我们这样 有保质期的 虽然都是婚姻 但差别真的很大 你想说什么 坦白说 我真的很喜欢爸爸妈妈还有奶奶 爸爸虽然看起来很严厉 可他从来没有凶过我 妈妈很温柔 总是做好吃的给我吃 奶奶啊 平常看起来是很凶 但是 其实是很疼我的 我知道他们都很喜欢我 也很照顾我 我很感激 可是 如果婚约延长的话 我怕我更舍不得他们 你什么意思 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 两个没有感情的人绑在一起 是能带来方便 但是时间久了 大家都会不开心 还不如放手 各自寻找自己的真爱 这才是最好的选择 不要 我不要离婚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不要离婚 这种时候 你还耍什么小孩子脾气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你现在突然说离婚 我 我我我我奶奶 我爸我妈 他们该怎么办 他们 早晚都会知道的 所以你早就想好了 你现在就想违约 你连房子也不要了是吗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不讲理啊 我 谁不讲道理了 当初要死要活要房子 现在得逞了 开始和我宣扬真爱了 我没有 我告诉你 婚约还没到期 离婚想都别想 你就是泽衣的一个副书品 你就是泽衣的一个副书品 不过好在你们这段七月婚姻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 我也不怕告诉你 我和泽衣之间的 我可不是因为喜欢你 是因为我们要是 一年就结束的话 别人会怎么想 也许离开泽衣 他才能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吧 喜欢他对于我来说 本来就是不现实的事情 我不会是喜欢上次是带头额了吧 准备了这么久 说了这么多 还是什么都不多 只想着离婚了 亏我还想延长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妈妈 喂 天然 今天中秋节啊 你们打算怎么过啊 让他们回来 中秋节 你们不会打算不回来吧 妈妈 我们可能 可能什么呀 一定得回来 不会的 奶奶 妈 我跟泽医会过去的 您就在家等着我们吧 好的 好的 天然 那你们快点回来啊 拜拜 来 胡萝卜 这么大啊 奶奶应该咬不动吧 这个胡萝卜 走 走 欢迎光临 嗨 天然 哎 哎 李璐 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品味这么好了 我们换老板了 换老板了 嗯 难怪 难怪你不搬了 哎 那你们老板是谁啊 是我 羽叔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会成为这边的老板 我们老板 可是特地为了天然你才 羽叔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成为这家店的老板 我觉得这里的音乐都很不错 而且现在来说 黑椒唱片也不多了 我不想抱点天雾 那我是不是以后 就可以来这里免费听音乐了 听音乐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免费的 胡萝卜 又麻烦你送我回家了 举手知道啊 对了 潇洒哥回来了 有空去见一个 好啊 今天冬秋节你怎么过啊 一个人过 今天要去泽衣奶奶家 要不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过 嗯 下次吧 两个没有感情的人 绑在一起是能带来方便 但是时间久了 大家都不会开心 还不如放手 鸽子去找自己的真爱 鸽子去找自己的真爱 哎 你回来了 今天中秋节 奶奶刚打电话 让我们回去 你看 我做了这些月饼 你说 奶奶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这儿有红豆馅儿的 然后还有蛋黄馅儿的 我们离婚吧 你 你说什么 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这都不用做了 没必要了 可是奶奶她 可是奶奶她 随便 对 奶奶 谢谢